俄罗斯连接克里米亚的关键大桥又出事 中间桥面被炸到严重威胁 紧急封闭 调查员还得挟着站搜查证据 同样的大桥去年10月才发生爆炸 这回俄罗斯总统 二话不说把矛头指向乌克兰 表示事件还酿成两死一伤 不过一旁的火车路线看似人可同行 附近车辆则是严重回堵 民众出游计划全炮汤 因为少了这座桥梁 俄罗斯送往克里米亚的补给都要大绕路 所以桥是这里 它是唯一线线 对于俄罗斯与克里米亚 然而这次攻击 墙面上其实没有明显的弹坑 俄罗斯当局指控 克里米亚这次是派出 两艘无人艇发动攻击 乌克兰也承认就是幕后主使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后 俄罗斯决定终止黑海谷物协议 表面称与桥梁被炸事件无关 却势必在对全球的粮食价格带来冲击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